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点就是中央一直说管线知识条例它不符合中央法规 有可能会抵触所以可能是无效的 我刚刚讲的是环保局的是高雄市环境维护管理知识条例 里面纳入的是要求这些管线业者申报它的管线厚度 从里面去检查然后申报厚度 它只要能够申报 它只要能够去做一次就会发现哪里出问题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逼迫它去检查 你当然提的是既有管线的管理维护知条例 又是进发局 那这部分目前还在中央 那因为它没有罚则 所以到底能不能够 没有罚则所以报中央是备查 到底中央会不会准备备查或整个未定之天 对于废卢渣是否能监督呢 因为废卢渣每次环保公司也播了好几次 他们也都说你们都推给经济部说 因为废卢渣是属于产品 但是它的确也危害了像小岛那边的骆驼山 和齐山美容这些地区 那为什么我们这时候的环保局就无法这么有相对的ガス 对不对 卢渣的问题是这样子 要问经济部 经济部底下有两个局 一个叫矿物局 一个叫工业局 工业局会解决中刚的颅钊问题 把它认定为产品 产品就不是汇气物了 不是汇气物 环保局就没有办法以废卿华去处理它 台湾那是一个法律的国家 你要对你的对象刻以任何义务 要对它采取任何财法 要依法依法 费清华就是费气物才能够适用费清华 那今天卢渣会出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经济部工业局 一个是经济部矿物局 矿物局说它不适宜 不适宜放在农地里面 所以齐山 那个地方早期被大量的稻采吐石 稻采吐石之后拿去卖 回田卢渣 目前环保局的检测 有些监测井都水 都符合标准 我说危害到水质或污染不是用嘴讲的 我今天毫不客气这样讲 不是用嘴讲的 说这个污染很严重 危害了什么 我们去你要试检测 它有没有达到 有没有达到这个 超过这个放流水标准 超过水质标准 要转变嘛 它今年要停工嘛 然后要建这个生态公园 那它承诺说要建立一个叫做沟通的平台 这个沟通平台包括中有包括经济部 包括工业局 包括我们市政府 包括环保学者地方的起劳等等 但是很可惜的到现在 针对这块土地的一些要将来核去核从 民间的这些NGO一直在喊喊喊 也提出非常美丽的愿景 但是好像刚刚是这么 有一个全责的单位都没有动作 中油的后进 我想那个是 协议院长郝国春他的任内宣布的 25年什么时候官场 那么当时应该也有承诺 中油也有承诺 那现在呢 各界的意见都认同 这个中油要签厂今年年底 那实际上中油去年就开始在停了 去年就一直在 他有些生产去年就在停了做准备 所以中油签厂是确定的 那至于土地怎么使用 因为土地全属还是中油的 但是呢 市政府是有一个都发局 可以做土地的相关都市规划或变更 市府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所以目前市府是有一些规划在准备的 但是重要的还是 土地所有权等是中油或经济部 他到底做什么使用 不过呢 大赦石化工业区在107年 要转成宜种工业区 原先的公文是 我连给 都备起来了 那个是民国82年5月5号 经济部 江炳分部长 发给高雄县政府 还有大赦 向公所的一个公文 大赦石化工业区内 各厂应配合高雄武清总厂 签厂计划 一定签移 没有任何复杂挑战 那今年中油要签厂 请问一下 104还是107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陈举市长在今年呢 我就对他非常失望 他竟然公开讲说 大赦石化工业区内 是107年要变成宜种工业区 但是呢 区内的各厂 都能够继续来生产 那对新的一些厂 新盖的这些厂 才要按照这个法令来 我们特种工业区 能够生产这些石化工 工业工这些产品 但是降维宜种工业区 宜种工业区不是应该是 一般的无原充的工业吗 我都有去查过 那陈举市长怎么可以讲出这种 违反常识又违反法令的话 至于这个大赦工业区 我想我在重申 我们台湾的法律制度非常健全 什么样的东西有效力 什么东西没有效力 都会清清楚楚 不会说有一个大赦工业区 已经确定要签厂了 然后市长说他可以保留下来 他就能够保留下来 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子 我想这个工我大概看了 没有错 但是立法院当时的立法院院长 王金平副院长 邀集的经济部相关 包括大赦相公所的人 在国平饭店 还有宜成县长召开了一个会议 那王副院长的假设 这就是一个民意代表 我当过立法院院金属这样的角色 他去那个会议里面 协商会议里面 那当然有很多结论出来 这个结论是建议政府来处理 建议政府来办理 那政府办理 后来这个 发了这个喊塔当天会议记录 就发过来 这个东西是不会有效力 今天其实比较没有提到 那个关于到底这个高雄的 城市短情的想象的部分 那南高雄怎么现在又跑出 我们以为这个要 大家喊出那个气泡之后的 要摆脱石化殖民 结果怎么冒出一个更大的石化专区 那我们现在想象的是整个 好像南高雄的产质 方化石化业的 我们那边更多的扩张跟集中 甚至要在海上面出现一个更大的石化专区 那高雄的转型我知道 我说大家可以讨论 大家可以出意见 但是他不是马上 今天讲明天做得到的事情 他应该有一个 有一个步骤 那石化专区我想还没有定案 石化专区没有定案 那么经济务本来 要朝石化专区方向来做 那可能也不容易 现在提到石化 但是如果说以我 也是念工程的人出身的 如果说我们 不想通通没有石化产业 要想要维持石化产业的话 专区是反而是一个 比较安全的做法 那问题是不是 还会继续发展石化 这是一个优先的课题 至于高雄 你说未来的变景 或者是要转型 当然这个是 转型是一定要转型的 但是就我的角色来讲 我负责的公共安全 负责的这个环保等等 我只能在动态中 寻求平衡 在我来看 这是一个动态的 不是说我们转型 明天就立刻转型 把这个整个石化产业 请他关了关移了米 石化管线千里住宅区 千里商业区是最好 但我想说那个 长期也许做得到 短时间做不到 所以我们就寻求一种调试 所以我会采取比较强的手段 或者方式 要求这一者来做检测 他做一次检测 我知道那个厂商做一次检测 才五公里 花了一千五百万 所以他那个检测要花很多钱 做这个检测 做这些紧急应变 我们只能在既发展经济 然后维持目前的状况之下 来做到这个所谓工业管线上面的 这个安全的移基城市 那未来呢 那未来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